大家好,今次拍片就是跟大家說一下麥當勞活動 其實玩法很簡單,首先呢 他有關卡是打本大爺的微笑大作戰,時間都頗長 第一次頗長,可以看回之後的時間,這關的打法就沒什麼特別了 要帶極運,用什麼打?我自己是用射長,即是海馬 我覺得海馬打這關OK,帶一隻極運,我的極運是帶那隻,即是你見到我這隻 這個千眼 然後我是帶生成神的 這個生成神,我經常撈亂即成神 很有方便,你看自己選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關你最快速度過,千萬不要帶水狼神 我第一場帶了三隻水狼神,因為那關有導引吸收怪,打得很辛苦 第一場他就會送三十隻龍給你,基本上 我自己極運加開箱,我單刷,平均一場都四至五隻 我自己單刷都是一個多小時搞定的 當你極運之後,會解了三個任務,可以拿三張票 按左上角 以獲得的 券 第四章,正常來說,你極運之後就拿三張票 按顯示 嘩,小小小杯 留意,如果你按碎換獎勵,你應該要給店員看 三分鐘之內就無效,所以大家不要手衡 我試看看,配完第二張 免費薯條一包 那你按了就確定了,你選了這裡已經選了,沒得改 如果這裡選了,你選了台灣,恭喜你 那你就損失了一包小薯條 立即稅換,這下都應該沒有事 當你換這個稅換獎勵,你現在看到有限期 有效期限是4月2號,那就有個幾月 如果你按了稅換獎勵,稅換優惠就應該是三分鐘之內要你用 第四章是甚麼呢?我跟大家說一下 另一樣東西,就是配完你現在這個怪蛋糕 你看到香港,基本上我研究過有七八成的麥當勞都有 當你去到麥當勞的時候,就好像上次開明獸一樣 你就會看到右上有個獵頭,你按了之後 我開始以為可以自己選擇,但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原來我發覺是隨機的,那我就選擇,我就開了這個 乾原獅 開完之後兩小時內就要打 跟大家說一聲是一天只可以開一次 你就不要想著去完這間麥記開完之後 可以去另一間開,每一天只可以開一次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三關隨機Random,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難度了,我建議大家如果是跟群組的人聊一下 即是交換來刷,這樣就比較容易可以快些拿到三隻Skin出來了 好,接著就說一下那張 當你在M技那裡 設定了一個據點之後,然後再去 扯旗 那你就會拿了一張M券,那張M券可能就經常按進去 那張M券呢 好像有些隨機禮物,看看是甚麼來的 非常又非常正 竟然是又一包小薯條 那些人說,為甚麼台灣那麼正 如果我自己覺得,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那個比較好 為甚麼,因為台灣那個是 帶薯條單點買,送人好人好者 好地地,怎會去買大薯條 反正台灣那張我十年都不會用 但如果你說免費,得細薯條一包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義 有意義 大家留意薯條是 早餐 麥當勞那個怎麼叫,因為麥當勞是首一點前叫早餐 但首一點後那個叫甚麼餐 你又不可以叫他午餐,因為是晚餐 總之薯條是那個時間,不知道怎麼形容 他有沒有做物技的人可以跟我說一下這個 怎樣叫 11點到凌晨4點之間,這個是叫甚麼餐 我以前做物技,我也不記得怎麼叫 大致上的玩法就是這樣 乾原試了關,應該是跟普通關,即是這些關 Skin關,應該是跟普通關沒有分別 那要是馬上打完,我看看要不需要用極運 好了,我搞定 其實應該只是跌彈那隻才有 應該就是力帶極運是不會有幫助 這顆蛋應該是Skin那顆蛋 好玩嗎 不過我想說,他的關卡的音樂挺好聽 他那個是特別 即是他的背景音樂是跟平時不同的 OK 嘩,五石,嘩,值得玩 乾原試入手,嘩,一個人吃不吃到三個餐 他有三個Big Mac 他有三包薯條,但只有一個可樂 其他那些,即是不需要帶極運 好了,這次物技事件就來了 奉勸大家 不要吃這麼多物技 我們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祥 字幕志祥 字幕志祥